中克拔大师 未曾有义法 不是因缘起 是故一切法 无不是空者 连花生大事 横食不害众生的教义 唯独佛教具有 其他宗教都没有 请切记铭记于心 这是三世诸佛的教言 希望你们不要 违约我生与义的誓言 口食腹肉打其母 怀抱杀己之灭愁 妻子啃食丈夫骨 轮回之法成习友 加瞻言尊者 尊者是情说 杀畜索引而放生 如此会寄诸生命 舍弃伤害诸众生 定或长寿之果报 章节经 一切友情生命皆可爱 遭受惩罚自然生恐惧 由此揣思自己之感受 不可鞭踏义物要杀生 祝佛无缘大悲体 无边有情之至亲 此爱蒙目永不必 横世苦难诸众生 书胜本尊观世音 加持无死甘入睡 无边群生得无畏 愿是白云太安宁 有为善根知己地 诸佛赞叹无畏师 死里得生书胜法 放生功德大慈悲 父母应留恋故土 而投生为野兽 因贪恋自家而转身为家畜 也有因贪爱自己的种族 而投生为狮子 棋子的 若是有心的人 底应悲悯他们 田花生大士说 比戒杀与交人戒杀 救护生命与交人 救护生命 更大的善果 我连师未曾见过 遣除杀生恶业 异熟果报的一切 病魔及惨罪 脱离地狱恶趣的方法 没有比戒杀 令人戒杀 放生更为有效 功德更大的了 比这更深的方法 诸佛也未曾说过 缓救兵临招杀的七条生命 也能脱离地狱 获得解脱的安乐 这是我连师所说的 不变金刚欲 大王 盖瓜地说 所有的野生动物 所有的野生动物 都归天 博 龙 腰 独角 罗叉 人与非人所有 故屠杀动物之人 今生将不幸遭受种种疾病的折磨 后世也无法摆脱而去 鲨鱼 施鱼就成了龙类琴拿的对象 将损害它们的皮肤 血液及毛发 死后堕入燕如青莲花地域中 住十六亿年 还要偿还五百次生命 死后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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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吃 马 牛 羊之人 将激怒天神护法 他们会派遣鬼神损害人的五脏六腑 死四大不条 食不消化 腹泻 外泻 咽喉阻塞 伤口复发 后世长命五百次 更堕入 极热地域十二亿年 优优独播放 温暖的阳光照射在 对异盎然的土地上 滋养着万物蓬勃生长 坐落于台南市归人区 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制野 中华护生协会的 八戒护生园区 从高空俯瞰其四周的环境 映入眼帘 近视绿油油的田地 以及枝叶繁茂的林木群 八戒护生园 即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 广大平原 风景秀丽 五色风马旗 随风飘扬 让依靠在竹林旁的 八戒护生园区 更显其生机勃勃 占地1400多坪的园区中 收养了包括104只的狗 以及171头猪 简单地将园区分隔为 两个区域 从门口望去 右边是猪之门的活动空间 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天地 两者虽数不同物种 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 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 稍稍接近围栏 狗儿便奋力摇尾 伴随着此起彼罗的叫声 热情的招呼从未减断 展现出活泼的甜性 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蒙面 显得有些退却 羞涩体蜷缩在角落 然而更多的是 眼睛透露出渴望关爱的眼神 使人发起怜悯之心 在园区工作人员们 细心的照顾及呵护之下 多数收养的狗儿 渐渐恢复丰硫丽的体毛 以及健康的躯体 并恢复与人亲近 当伸手轻轻抚摸它们 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甜手回应 而在另一边 猪圈通风的设计 为猪之门挡住酷热的阳光 驱走不少 猪之发出的声响也不分旋置 有的悠闲地躺卧 在角落休息或睡觉 享受着午后的围风 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来外 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 并举起短短的鼻子 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 令人深深感受到 不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 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 情感交流及灵性之会节 为了提供八戒护生园区动物们 广妖宁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刀口与生 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 皆能在八戒护生园区里获得重生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博帐帐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生协会 摄利弗尊者 智慧第一 信受诸法 摄利弗尊者从小聪慧果人 听闻佛法后更得般若治 觉悟世间真理 摄利弗尊者 承接佛陀甘露法水 信受奉行佛陀法教 佛陀更未说阿弥陀佛净土法门 因尊者大志 得以信受如此 甚深难信之法 佛陀也受己 他能于未来世成佛 佛名华光如来 一心鼎礼尊者摄利弗 习愿大众见舍利生欢喜心 二愿大众能与尊者 同寻自信真实般若之会 与此男性佛法中不生疑 更发愿护持 使证法常驻于世